画繁为简,极致优化 大家好,我是小麦 欢迎收看迭代外贸研锡社的分享视频 本节我们来讲如何通过文档搜索 去找到我们想要的专业客户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讲了这四个部分 那么市场区域,贸易价值链,公司性质和产品 这四个部分呢 基本是围绕着客户主页的这个text 这一块内容来进行搜索 也就是从这个文本信息当中去进行搜索 那么在这个搜索text的基础上呢 那么接下来这两种方法 一个是文档,一个是这个URL或者是这个title 那么通过这几块去搜索的话呢 你会更进一步的精确定位你所要的客户 换句话说呢 就是你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搜索啊 很容易搜索出来 和你这个对口的采购的买家 这个搜索速度会更快一些 但这里呢我还在提前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样的方法虽然呢 搜出来的客户啊 这个比较准确 会节约你搜索客户的时间 但是这个我在前面讲过 你节约了时间 其实你的经纪对手也是节约了时间的 也就是说 大家刚开始用这种方法搜索的时候呢 都很容易搜出这样的客户 那么也就是这种客户呢 被过度开发的这种几率啊 要大于前面的这种 我们说按照这个系列啊 开发下来就是搜索出来的客户 是吧 因为这样的客户呢 有些是你需要什么 慢慢去辨别的啊 比如说有时候1000个搜索结果里边 可能只有50个 只有一百个是跟你对口的客户 那么这需要你花时间和精力 去把他们过滤出来 是吧 那么这个当然是努力的 用工的业务人员会这么去做 但同时这样的客户 因为要花时间嘛 所以开发人就比较少 开发的效果呢 相对会比较好 那么第五和第六 像这样的模式呢 你去搜的时候吧 很容易就搜出 这个你感觉就是比较对口的 这样专业的客人 但是你要知道 你容易搜 别人也容易搜 是吧 就容易造成过度开发 所以这里我就先啰嗦几句 把这个事情 我们要先把它说 把它这个说清楚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 正式我们来到Google上面去看看 怎么去通过这个文档 是吧 去搜索专业的客户 好 那么我们进入这个Google 在这里呢 我们 还是这个在高级设置里边 在高级设置里边 高级设置里边呢 我们还是这样 我们先设置这个 语言 是吧 英语 然后呢 设置里边呢 设成美国 我们依然搜这个最大的市场 因为它最有代表性 搜索美国 然后呢 然后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圈出来 在这里有个File Type 这个就是让你去选择 是哪种这个文档形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一共提供了 目前这个Google提供了这几种文档的搜索 是吧 这几种文档的搜索 那一般来说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一个这个PDF 是吧 这个我们经常搜索文档 然后那个Excel 是吧 这有时候是产品列表 列表会用 再往下面呢 这个 word word 有时候可能搜索Flash 那么基本上就这么几种 当然其他你也可以去尝试 其他你也可以去尝试 之后这里只不过说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可能是这么几种 那么这里我们就演示一下 这个用PDF文档吧 我们来搜索这个PDF文档 好 这是PDF文档 那么最后我们来设置这个产品观念词 产品观念词呢 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一个经验 就是一般来说 这个搜索的文档啊 它都是针对某种产品 进行这个介绍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一个内容 所以一般来说呢 它不大可能去介绍 某一大类的这个产品的文档 是吧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用一个文档 去说bag 是吧 这么大一个是不可能 包括backpack这个产品啊 这个 搜出来的这个文档啊 也很多也是这个范围太宽泛 所以说这里呢 推荐大家就是用一些 相对来说 比较细分的产品名称啊 产品品名去进行搜索 而这里呢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backpack的话呢 那比如说我用这个 就不仅仅只用这个backpack了 我可能用一个travel backpack 我用这个去进行这个搜索 好 那么我就 放这个exact word 我要让它这个准确的匹配 准确的匹配这个词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进行一个搜索 尝试一下 好 那我们看看搜索结果 那搜索结果93条 93条 93条的话 应该来说这就是比较比较精确的 比较精确的客户了 那么我们一个个打开看一下 我们在后台先打开几个 随便打开几个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进去看这个搜索的结果 这个网速有点慢啊 好 这打开了 大家看 大家看啊 这个页面上是吧 它在非常清楚的去介绍 非常清楚介绍某一个backpack 是吧 这里有各种产品参数写的非常非常清楚 一般来说的话 他如果不是专业做这个或专业卖这个的话 是吧 他是没有必要去把 这个产品用这么详细的形式怎么样把它演示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得了这个结果以后呢 一般来说如果你对这个你对本身对这个backpack 你的信任不是很熟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这个页面怎么样 本身就可以就可以保存是吧 比如说你点这个 点这个保存 好 那我们可以把它 把它这个保存啊 到时候你可以再去打开看 那么同时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一般来说像这种 有这种形式 是吧 体现出来的文档的话 这个客户啊 就就是这个网站的话 应该来说是跟这个产品是比较相关的 是吧 就比较对口的 好 那我们就把他的这个什么 把他的这个网址 把他这个网址打开 你到时候就可以一样的把这个网址去打开 去到时候去看 看这个买家 适不适合你这个产品 是对口的 是吧 那总体来看这个买家的话 我们这里可以看他的这个 products 我们看看 他这个做的产品还是还是比较杂的 还是比较杂的 这里有包 是吧 这里有包 那里有钟 他这有点做这种家居 家居日用 是吧 做这些产品的 那么但是他其中有一块 就是和我们这个什么 和我们这个 是比较对口的 对吧 那么像这样的买家 其实我们觉得还是还是不错的客户 在我们开发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觉得这么多类型的客户 有的是这个我们也仔细去看 就他有的是可能是做这个促销品 礼品也有的可能是做是做这种家居日用品 是吧 但是他是属于做这一个类别的 做这个类别的 好 那么我们再看 再看这个 好 那么这个看起来的话 这个就没有刚才那个感觉 感觉对口 没有刚才那个感觉对口 那我们可以再往后面再来看一个 大家好 这个大家看这个产品的话 这也是 这也是 也是这个公司的 这也是这个公司的 好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再换一个产品来搜一下 再换一个产品搜一下 我们用这个laptop sleeve 这个我们来重新再搜一下 好 一样的 我们就打开 打开几个这个网址 我们看一下 这里我们可以先还是看一下这个搜索结果啊 这个搜索结果的话呢 2530啊 这个结果就还是还是不错的啊 因为出来的就是这个数字啊 还是挺多的 那么我们一样可以进去看 一样可以进去看 好 那么这就是他的一个产品的介绍是吧 完了以后呢 好 这是另外一个 那么总体来看啊 通过这个看这个产品的话呢 根据我们自己做经验来看呢 这些客户啊 就如果说他是采购采购采购商的话 只要他是采购商做生意的 基本上和我们这个还是感觉还是很对路了 是吧 像这个就属于是可能就是促销了礼品呢 是吧 像像这种 对吧 就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常见的啊 这一类的买家 完了以后我们看看这个 这可能不是的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买家 这个买家 是吧 还有这个 这应该是还是比较对口 那么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把 你可以一方面把他的产品存下来 是吧 第二方面呢 可以进入他的这个网址 对他呢 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这个了解 好 那我们进入这个网站 看一下 看看他的这个 他这个应该说是主要是做礼品类的 主要是做礼品类的 是吧 都是礼品这一类的 礼品这一类的话呢 应该来说我们自己做的客户当中 有一些就是做礼品的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感觉和我们这个产品呢 是还是比较对口的 比较对口的 这个应该感觉也差不多啊 这感觉也差不多 这个可能他是一个在线销售的 在线销售 看看他的这个目录 好 那么基本上你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文档的话呢 就是那么大家能够看到很明显就是能够缩小啊 这个搜索结果的一个精确的一个范围 是吧 更容易去定位出和你这个对口的匹配的买家 是吧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PDF换成 一个 一个这样是吧 换一个一个这样 进行这个搜索 那么这个搜索结果相对来说你就比刚才那个PDF就少很多了 是吧 这个只有13个搜索结果了 但这里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把这个把这些关键词啊 把这些关键词去进行这个不断的组合 是吧 因为只要你这个产品 就是你搜索这个关键词 这个产品相对来是比较精准的 是吧 然后呢 这个他又有文档出现的话 那么你可以不断的话 这有84个结果 是吧 这我就不一去看这个不打开了 再去看他是不是 我就不看了 这里是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这个东西怎么去怎么去操作 那么同样的这个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呢 因为我们刚才是 是搜索了这个 美国嘛 是吧 大家也可以到时候去换成 换成其他的国家 也是一样的 换成其他的国家 然后呢 如果有的国家语言 稍有区别的话 你可以对语言进行区别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如何通过这个文档啊 进一步去精确的搜索出 和我们这个对口的客人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步骤 还是比较容易的 比较简单的 最后还是强调那一点 这里边搜索的客户呢 如果很容易搜出来的 那么这个可能你的同行也早已搜出来了 他们也可能联系过了 所以说你要么呢 就是在开发金上面呢 要能够多花一些功夫 是吧 要么你就要在这个 我推荐大家在这个产品观念时代 这个keyword这个地方呢 再多下一点功夫 是吧 把这个产品找到更多的常委词 然后用这种方法去进行搜索 那么就找到一些别人可能还没有找到过的客户 好 那么有关这个文档搜索法呢 就跟大家介绍这么多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中文叫做一个甘有 banks 但我 Moon 我是 Да 我们 你们搜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